说起科幻片,我们一般想到的都是宏大的场景,烧脑的剧情,颠覆三观的世界重构 但是有这样一部影片,凭借着无脑的剧情,五毛钱的特效,成了时尚界的宠儿 这一切都因为影片中有一位无比性感的女神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考古像科幻片《太空英词爸爸丽娜》 影片开始就是爸爸丽娜的美妙身姿 这一段失众状态下的更衣表演,已经成为影史经典片段 爸爸丽娜是一名优秀的宇航员,常年在宇宙中穿行 这一天她再次接到地球总统的视频电话 总统的眼睛似乎一直盯着某个奇怪的地方 她向爸爸丽娜宣告了新的任务 有一位名叫杜兰的科学家,携带着具有毁灭性的激光武器消失在外太空 爸爸丽娜需要去找到杜兰,并将她带回来 不过杜兰没有留下任何清晰的照片 要找到杜兰就得靠着黑科技生物识别仪 之后爸爸丽娜便带着奇怪的武器出发了 太空船行驶到中途,出现意外 爸爸丽娜降落在色星上 两个双胞胎抓住爸爸丽娜 将她带去了一个坠毁的飞船处 这个飞船就是杜兰的飞船 不过杜兰早已不见踪影 小孩将爸爸丽娜绑在柱子上 还放出玩具人偶撕咬她 好在长毛哥及时出现救下了她 长毛哥将爸爸丽娜带回了住所 爸爸丽娜询问她应该怎么报答她 长毛哥友好的表示以身相许就可以了 这时爸爸丽娜拿出一块药片 说地球人为爱鼓掌已经不需要身体了 现在他们进行纯粹的精神交流 不过长毛哥表示 他仍然喜欢用原始的方式交流 就这样爸爸丽娜体验了一把全权入肉的滋味 短暂休息之后 长毛哥送爸爸丽娜离开 然而飞行器刚升空就再次出现故障 爸爸丽娜跌进迷宫昏迷了过去 这时走过来一个盲人天使 用手打亮了爸爸丽娜一番 爸爸丽娜发现飞船破损 无法继续航行 他希望天使能带她飞去色国 然而天使却说她丧失了飞行的欲望 这双翅膀早已成了摆设 之后天使带着爸爸丽娜去见了教授 教授说她可以修好飞船 不过恐怕得花费一段时间 趁着修船间隙 天使带着爸爸丽娜来到她居住的鸟巢 为了报答天使的救命之恩 爸爸丽娜和天使进行了身体交流 没想到天使竟然重新恢复了飞行的能力 会飞的天使带着爸爸丽娜飞往色国寻找杜兰 路上遇到色国的巡逻队 很快爸爸丽娜就将飞船全部射落 她和天使降落在一个城市里头 两人在城市里遇到一位色国的礼宾 礼宾带着两人参观了展览中心 色国建立在玉海之上 玉海的能量供养了色国子民 就在礼宾介绍色国的时候 天使却被网子补了过去 原来是色国的女王看上了天使 想让她成为自己的男宠 然而天使却说他们是圣洁无瑕的 不会为爱鼓掌 大概她已经忘了 在鸟巢中和爸爸丽娜的交流 另一边礼宾将爸爸丽娜关进一间鸟笼子 群鸟疯狂着食爸爸丽娜 最后爸爸丽娜跌进了秘密管道里面 在那里地下组织的首领文明哥 正在秘密策划推翻女王的统治 文明哥救下了爸爸丽娜 按照规矩她需要报答文明哥的恩情 就在爸爸丽娜主动宽衣解代的时候 文明哥却说她是文明人 不想用野蛮的方式 接着她拿出从杜兰那里弄来的地球药片 开始和爸爸丽娜神交 两人手对手心连心 很快就陷入到战力之中 做到兴奋之时 头发都梳了起来 手掌上还不断冒烟 这药片确实效果非凡 之后爸爸丽娜向文明哥辞行 文明哥递给她梦想会馆的钥匙 说女国王就在那里休息 从女国王那里可能会找到杜兰的下落 爸爸丽娜带着钥匙前行 半路上却遇到闲逛的李斌 李斌见爸爸丽娜没死 再次将她带了回去 李斌将她放进一架钢琴里面 开始演奏乐曲 随着乐曲的演奏 爸爸丽娜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感 李斌告诉她 这种独特的机器会让她在快感中死去 然而就在李斌演奏到高潮的时候 钢琴却直接起火 李斌一边心疼自己的钢琴 一边指责爸爸丽娜不知羞耻 竟然连机器都给整报废了 就在李斌大发雷霆的时候 爸爸丽娜带来的身份识别仪 却想了起来 她这才明白 原来李斌就是杜兰 爸爸丽娜劝杜兰和自己回去 然而杜兰想着的却是征服地球 她威胁爸爸丽娜 打开梦想会馆大门 接着将她关在了里头 女国王因为在会馆里休息 也被困在里面 之后杜兰便发动政变 自己当上了色国国王 此时地下组织也爆发了革命 杜兰利用她的激光武器 消灭了一票地下组织成员 眼见杜兰变得无法控制 女国王催动了色国的终极武器 玉海 玉海释放出庞大的能量 瞬间吞噬了杜兰和整个色国 爸爸丽娜和女国王四处逃命 最后遇上了天使 爸爸丽娜唤醒天使 天使带着两人逃出色国 向着飞船飞去 这部1968年的科幻片 确实是科幻片中的一个异类 影片女主简方达在片中的太空服饰 在当时的史上界刮起了一股旋风 除此之外 这部影片还被视为 女权主义的先锋之作 影片片名太空英词 就是对男性英雄的一种改写 片中的国王也被设计为女性形象 对于女性还大多困守 在家庭的1960年代来说 这部影片确实是一部站在时代潮头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